早安笔记本 这样一个族群受到了误解 什么族群呢 他们是艾滋感染者 而在台湾就专门有一个机构 是为了关怀这些感染者 他们所诞生的 好我们这样来看 这个机构如今已经20年了 我们要看一看20年来 它为大家带来了什么 其实有很多感染者 因为他们而得到了鼓励 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两位受访者 这位是社团法人 台湾路德协会的秘书长徐森杰 秘书长您早 谢谢老师 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谢谢秘书长来到节目中 另外一位是协会里面的 理念推广专案经理孙可书 可书你早 老师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谢谢两位这么早来到节目中 那么我们这样来看 当我得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 其实我很想找协会来接受访问 那就是路德已经20岁了 我想先请教两位 秘书长也许可以回答我们 草创之初 是不是这个环境是非常非常的艰难的 那么当初呢 路德为什么会要成立 由谁来成立 好 20年前 其实说长不长 就是那时候刚好 何大一发明鸡尾酒疗法 所以台湾有不少人感染艾滋 那路德协会那时候叫路德之家 当初在民国八十多年初的时候 那个Teresa姆姆 诺贝尔和平奖的修女来到台湾 问了我们的教会的迪纲总主教 问说 教会有没有人关怀艾滋 他们愿意派修女来照顾 可是他们不做行政工作 那于是迪纲主教就问了台湾各个修会组织 然后当时没有一个修会答应 可是有一个修女叫林慧仁修女 他是玛丽诺会美国的 他是玛丽诺会外方传教会来到台湾 他已经在台大医院的综合病房 他任养一个病房 然后在那边做示范 照顾艾滋病患 可是并没有人知道他做这件事情 他很低调 那后来我们前身就是仁爱修女会 他的总会是在法国巴黎 那他们是全世界性的修会 算女修会里面很大的 他们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服务 专门是为穷人 他们在台湾有一个路德之家 专门就是帮助那些孤儿的 早期那个中仁中义 连体因分割成功的时候 他有送到路德之家住一阵子 那在86年之前 那时候修会就分辨说 儿童的服务在政府组织越来越好 那什么是社会的贫穷的社群 于是他们也注意到了艾滋感染者 可是不知道怎么服务 于是那时候修女会讲 他们就派了人到澳洲跟英国去学 所以我们的谢举英修女 就是我们第一任的主任 他就从英国学习了艾滋社区照顾 回到台湾 那时候我们在86年的时候 我们就正式结束了那个育幼院的服务 转型成专属服务台湾艾滋社群的一个组织 原来是如此 所以86年到现在正好20年 对 所以是当年的9月份成立的吗 对 其实在还没有 9月是正式成立一个办公室开始运作 那之前就开始酝酿 因为我们在86年初的时候 就已经到三峡外籍收容所 还有一些监狱里面去探视 哪里有艾滋的人 那我们开始在初期设立的时候 我们即使办公室设立的再漂亮再好 没有人敢进来 为什么 因为任何一个艾滋感染者 如果进到一个组织 就表示他的身份已经没有办法回复了 他不会说 我刚好路过 来到你这中心看看 他一进去就有可能贴上 他终身是艾滋感染者的标签 那这个东西万一他碰到熟人 或是他认识的朋友 就是亲戚 那他就有可能身份会曝光 所以早期我们都会说 你们是一个很漂亮的花园 可是有一个栅栏 而且你们还是天主教的背景 那个天主教对于那种原罪 信 这些议题 而且艾滋感染者的风险行为 就是高风险性行为 那这个就会觉得说 那我去我就要认罪 而且好像有感觉要信教 所以这中间就好像 即使叫宗教是关怀人的 可是在受助者这一方 还要跨越一个叫做 我去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 如果我去我身份会曝光 那我干脆就不要去了 是的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您来看一看 台湾路德协会 他们成立已经20年了 20年来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工 同时也协助了台湾的艾滋病的感染者 协助不管是在心理上面 或者是在生理上面 甚至于有很多的一些救助的事工 也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刚刚的发言的就是 台湾路德协会的秘书长徐森杰 接下来我想请教另外这位可书 您是这个理念推广的专案经理 所以刚刚森杰所提到的 在推广之初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些状况 或者现在其实也可以说 当时不知道怎么去服务感染者 还有就是没有人敢走进这个协会来 对照如今的现况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感染者 其实他们是生怕自己受到歧视 在推广的过程 你可以感受到这些压力吗 我接触路德协会 其实是大概201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从路德的志工开始当起 那正式加入路德的服务团队是2015年 那我本身也具有社工师的执照 那所以平常会陪伴一些感染者的朋友 然后我工作的范围里面 更常陪伴的是感染者 然后同时又有使用成瘾物质困扰的这些朋友们 那当然就像刚刚圣杰讲的 艾滋这个疾病在世界上已经出现了30多年了 那在台湾也二三十年的历史 那现在有非常非常好的药物 可以来控制这个疾病 所以呢 现在比如说我们最近这几年感染的朋友 他们所面临的跟20几年前所面临的问题 是完全不一样的 20几年前大家可能要面临的是 未来可能几个月到一年之间 我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现在的朋友 他所需要面临的是 我怎么样去调试这个疾病 我可能怎么样要跟我身边 我最亲密的人说 这个亲密的人可能是我伴侣 我心爱的人 我的兄弟姐妹 我的家人 那甚至是就像刚刚圣杰提到的 去看病的时候 要怎么样告诉医生 让医生可以做更完整的一些诊断和治疗 那因此呢 我自己的感觉是 现在的朋友 他们所面临的 他们所害怕的 并不是说 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子 是让别人知道说 他来这个机构 会别人把这个标签贴到他的身上 而是他怎么样去接受自己的这个身份 那他怎么样去告诉别人 他的这个身份 以前我们是害怕别人知道这个身份 现在我们是想要让自己所关心的人 知道我们的身份 确实对很多人来讲 这都是一个生命里面非常重大的事件 那当然很多时候也是一个秘密 那这个秘密 要怎么跟别人分享 是我看到的许多朋友最大的议题 怎么样把这个 也许是被自己认为是说 终生不可告人的这个秘密 要说服自己要接受这个事实 自己是感染者 但同时又希望知道的人可以接纳他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话题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路德这20年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想必会有很多很多 让人家觉得心酸 或说是觉得难过 或是振奋的故事 那么我想请教秘密长 这样子来看 20年来我们把它划分成两个阶段 好不好 第一个阶段的10年 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 我们所做的事情 跟后来这20年 应该是有所不同吧 那个转变是什么 开始做什么 现在做什么 我自己在路德 大概也是快20年 我第一个进到路德的社工 那时候 我记得前5年的时候 继维酒疗法刚出来 那艾滋感染者在服药的时候 每天都要服非常多颗 超过20颗以上 因为他们每8个小时要吃一次 而且是三合一的药物 那有些人他的食道就很小 他的喉咙很小 要吞那个那么大 像残宝宝的那个药物的时候 他其实吞要吞一两个小时 他才吞得进去 所以前5年的时候 我大概去世的朋友 有大概一两百位 都是因为治疗不顺利 或是说他们对于西药的抗拒 还有他们身体没有办法顺从服药 或是他们害怕接受自己的疾病 所以那时候死亡的比率还算蛮高的 那刚才主持人提到说 大概后10年 前5年去世很多人 慢慢死亡的比率就越来越少了 因为他们的药物一直不断的改变 虽然还是有拉肚子啊 头晕啊 然后恶心啊 整天都不舒服的副作用 可是现在的药物是每天吃一颗 一天吃一粒 而且睡前吃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艾滋病已经走向了一个 比慢性病更不像慢性病的慢性病 因为像三高的话 他要按时吃降血压的药啊 心脏病的药 艾滋病现在只要你按时治疗 每天吃一粒药就可以解决 而且副作用很少 所以后面10年 反而都是一些心理污名 社会歧视的问题 比如说 有些人他不敢去看病 因为他去看病的时候 他怕身份会被揭露 就像早期要来路德求助的时候 有些人是面子问题 我怎么会沦落到 要去跟人家乞讨一样的那种心情 那有些人是害怕 因为我身份曝光以后 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工作权 我的亲密伴侣 我未来可能交朋友都会受到影响 因为我们台湾的艾滋条例里面 有一个叫做 明知自己感染 与别人发生风险行为 致别人感染 要处5年以上 12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个出发点 其实利益是良善的 就是说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可是这个法令 在后面10年来看 其实是过重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感染一个感冒 你让隔壁的人也感染感冒 你要处5年以上 12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是你闯一个红灯的话 你要被关起来一年 这个我觉得最罚太重 不符合比例原则 对 可是艾滋病的药物 确实还是很贵 因为他们每天吃一颗药 大概就是三五百块 那个药是专利药 而且是很多颗药物 成分压在一起的 所以他一个月的药物 大概还要上万块 而且是我们现在 健保跟公务预算 共同给付的 也就是说 药物这么贵的时候 虽然疾病很好控制 可是事实上 带出来的社会成本 还是很高 也就是说 假设有一个人 不按时服药 那他的病毒量 就有可能 跟他亲密接触的人 交往的时候 他们没有安全措施 而让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那确实我们国际上 最新的指标 叫做U等于U 第一个U叫做 你的病毒量测不到 第二个U叫做 不具传染力 是 测不到等同于 没有传染力 对 那这个也就是说 在我们前十年的时代 叫做 你风险行为 最好不要去做 你做了以后 你就会感染 这叫预防胜于治疗 我们后面这十年的时代 叫做治疗等同预防 也就是 你如果按时吃药 你病毒量基本上 就不会传染给别人 那你病毒量 就会留在你身体里面 然后你也按时服药 生活品质 也跟一般人一样 可是如果你不去筛检 那你也没有去治疗 你可能不知道 你自己感染了 然后你也不敢去做治疗 治疗了又担心身份曝光 或者影响到生活 那你就有可能跟 亲密伴侣而传染 我们台湾现在已经 破三万五千个人感染 而且不到四小时 增加一个感染者 其实我们要问的是说 艾滋治疗已经那么方便了 那么容易了 传染也不是那么方便 你治疗就不会 可是我们台湾的 传染速度还是很高 其实这根结到底就是 很多人担心自己 会被贴上艾滋标签 或是我去筛检 我就会被认为 我是有从事风险行为的人 那我按时服药 我有可能要看病 或是我服药 别人问我吃什么药 那我就干脆都不要知道就好 可是不要知道 让自己错失了治疗的良机 对 可是污名跟歧视 有的时候比治疗来的伤害更大 你是说 您的意思是说 污名跟歧视 导致他不愿意接受治疗 对 这个话题 其实这个现象很可怕 也是如今我们在防治 或者是在让艾滋病的 整个扩散的情况 能够希望他慢下来的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阻力 对 也是核心议题 所以我们的可说理念推广 其实我们就在想的是 怎么离开我们的同温层 去到跟社会大众 像夏老师邀请我们来这里 其实也是跟社会大众教育 艾滋其实不可怕 治疗很容易 是 那个污名跟歧视 我们不敢跟他接触 我们担心被他传染 我们不敢去检验 即使我们有风险行为 都有可能让病情更恶化 是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的节目中 为您邀请了两位贵宾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他们是社团法人 台湾路德协会的秘书长 徐森杰 同时呢 还有理念推广的专案经理 孙可书 两位呢 告诉我们 其实路德这二十年来 我们历经了很多很多 当然在推广的工作上面 在面对艾滋感染者 或者甚至于一般的 所谓的社会大众 对艾滋病的误解上面 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们从新闻出发好了 有太多太多新闻 值得探讨了 比如说 这个去年非常轰动一时的 这个军校生 这个案子 就是学校呢 就这样子公布了 这个孩子的 他的生病的事实 那让他也受到了家庭 也受到学校 受到社会上的很多压力 这是一个案子 还甚至于包括了 像刚刚你所提到这些个案 我想请教的是 像这样子的案子 如果到了我们这里 但有的是去全处会那边 我们会怎么去协助他们 对 如果以阿力这个案子 就是国防大学 他已经大四了 然后他在学校的时候 因为被知道了他感染 感染艾滋的问题 那学校就跟他说 你不可以游泳 你不可以跟其他人 所谓的一起接触免得感染 那这件事情 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知识够不够 因为一个资讯 或知识够的话 基本上你就不会害怕 那我发觉学校 基本上对于艾滋这个知识 还是认为会群聚感染的 那这个东西其实 最重要我们路德协会 在陪伴一些知识不清 或是一直担心 我跟他接触 比如说共用蚊子叮咬 会不会感染 比如说蚊子叮我 又叮到感染者 然后又叮到夏老师 很多人就认为 那只共用针头没换过 那会感染 因为政府说 共用针头会感染 可是艾滋病毒 没那么容易的 艾滋病毒其实很脆弱 它离开人体 30秒到3分钟 它没有体温 它量不够 而且昆虫也不会传染给人 这些知识 我们在过去一直不断的在教育 可是害怕的人还是害怕 是 害怕的人就会认为 男男性行为才会感染 然后那些共用针头才会感染 所以得到艾滋的人都是自找的 你不去做就不会 可是我们有一些妇女 她是被先生感染的 比如说我们外籍配偶 她嫁到台湾来 可能被先生感染 那时候我们法令还没修改之前 他们那群人好可怜 他们生了小孩 然后因为没有取得台湾国籍 然后就不要被驱除 限期驱除出境 那我们就会用人道关怀的角度 帮助他看可不可以用家庭为原则的方式 让他留在这边继续照顾小孩 或是说让他回原母国的时候 可以取得很好的医疗 那甚至于有些人不敢回去 因为他嫁过来了 他回去他也不知道在那边怎么生存 那我们私底下就会帮他人道救济的 去找到一些国际的资金 来帮助他看怎么去做治疗 可是台湾的法律其实是一个既又防护 又保障感染者权益 确实也在因地质疑上面会造成一些困扰 比如说艾滋感染者看病的时候 应该要主动告知医生 这个是合情合理的 那医生知道艾滋感染者 基本上也要视病如亲的治疗他 不能拒绝他 对 可是我们今年的生活现况调查里面 有高达七成的艾滋感染者 担心看病的时候要主动告知身份 因为我们有不少人因为云端药粒这件事情 而让他感染身份暴露 简单的说 你今天拿了你的健保卡 去隔壁看牙医 你之前看过什么病 拿过什么药 病可能看不到 你做过什么检查 什么药物 基本上那个医生都可以看到 对 所以我们有一个感染者 上了那个牙医的诊疗台 嘴巴打开 准备要洗牙 医生一看到他有感染 就说今天不用洗了 你这个不应该在这里洗 你要到大医院去洗 他已经在这家诊所 洗了非常多年 以前他都不用 说洗牙完就走 可是呢 现在这种比率非常高 而且非常多感染者 他们会传递说 我们现在看病很危险 看个香港脚 你也会知道说 你有艾滋 然后没有侵入性治疗的 也会被医生处理 可是我们要反省的是说 艾滋教育 有一个叫做 Universal Precaution 把每一个人都当成感染源 这也就是说 我们一般人把每一个人 跟每一个人发生性行为 都要把它当作是传染源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 避免未预期怀孕 或是得到性传染疾病 肝炎或是艾滋 那如果我们只防护 艾滋感染者 那我刚才讲的那些艾滋感染者 他又没有主动去检验 他可能已经是感染者 那又长得很帅或很漂亮 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又没有防护措施 那我们就有可能感染 这个我想可书在理念宣导的时候 常常都碰到这样的问题 可书也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些补充 对 确实我们遇到一些朋友 他会想说 我如果确认了我是感染者这件事情 那我可能面对的就是 很多医疗上面被据诊 然后社会的一些另眼相待 那我干脆就不要去筛检 反正我也不知道 虽然他自己心里里面 他可能非常的纠结 他知道他自己做了 可能有一些高风险的行为 但是他就是不想去面对这个问题 那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现在政府一直希望 想要达到联合国艾滋病署 一直积极宣导的 在2020年要达到3个90 所有被感染艾滋的人里面 有90%的人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 然后在这些知道已经感染的人里面 有90%接受医疗的照顾 服药 那在服药的这些人里面 又有90%的人能够成功的 把病毒控制在测不到的地步 就这个目标 那我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把这个污名降低 让更多的人愿意了解 他自己身体的健康的话 那我们离这个3个90的目标 是很难达成 是的 我刚刚听到民主长你讲到 我们有这份调查报告 好不好 我们利用节目最后的这一点点时间 我们简单的来跟大家说一下 这份报告的内容好吗 好 我们这个报告大概就是从生理层面 还有他治疗的状况 还有他的人际关系跟污名化 大概做一个 全台湾做大概400份的问卷 在统计上400份大概就可以推论了 那在网路上 或者我们到监狱去填的结果里面 我们第一次发现到 艾滋肯染者的治疗 居然高达93%的人 他们都已经在做治疗了 也就是我们的调查报告里面 跟政府的报告大概是84% 还没有到90% 我们这份报告是我们接触的对象 大概93%都治疗 而且有75%的人每天都吃一颗药 而且副作用跟相关适应性都非常的好 所以在医疗层面不是很大的问题 可是其中有一个数字很有意思 就是4成的人担心就医或是吃药的过程身份曝露 也就是说医疗的不是问题 可是他感染身份已被曝露 包括公司可能要体检 或是包括他看病会曝露 我们有高达7成的感染者 担心云端药力会曝露他们的身份 而影响他们就医 这是一个警讯 也就是说政府一个很好的政策推行的时候 没有顾虑到一些污名性疾病的病患 他们看病的时候会阻碍他们 等到病都病入膏肓了 他可能才到医院去 可能要花的治疗的成本更高 对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可以把现况给政策做参考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因为我们路德也20年了 那我进到路德来陪艾滋感染者40岁 20年之后也60岁了 也就是说老化一提 担心老了以后该住在哪里 老了没办 然后如果失之或中风了 没人照顾 这确实也是非常多感染者的隐忧 因为男男性行为者 可能他没有固定的伴侣 他可能过去有一些性行为 可是以后他可能更不敢社交接触 因为他怕他把病毒传染给别人 那就会造成他孤立 那我跟别人过多接触传染给别人 我要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那干脆我自己过好了 那这确实是在法律层面上面 除罪化或去污名化这个教育要多一点 那我们的感染者愿意告知 伴侣跟家属的比率有慢慢增高的趋势 可是还有一个数字其实是 想要找到知心伴侣跟亲密感的需求变高 可是害怕去找伴侣的人还是很多 这互相矛盾啊 对 就是说一个疾病他并不是罪 他也不是判你行 可是就像是一个坐牢一样 我不敢去跟别人接触 我只能把这个病毒守住 而且很多民众或是亲戚朋友都会说 你已经得到了你不要害人哦 好像是得到这个病会去害到别人 可是现在治疗已经很好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导致一些观念是 艾滋现在的治疗 你按时吃药就不具传染力 你跟一般人的生活年限 存活率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他们每半年都抽血检查一次 比我们一般人更注意他们自己的健康 我们都是大病了以后一进去 可能就癌症末期了 他们每半年有一个关卡 注意他们的肝功能指数啊血糖啊 所以他们反而比我们更健康 所以真的是 我不能说好像是因祸得福啦 可是哪里有困难 哪里恩宠就越多 也就是路德看到社会贫穷的人都在 我们也陪伴他们一起走 我们宁可把他视为成为感染者 这也许是一个化了妆的祝福 好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 能够请到社团法人 台湾路德协会的秘书长徐森杰 同时呢还有协会的理念推广 专案经理孙可书两位来到节目中 为我们聊一聊路德这20年来 做了很多的事情 当然他们所公布的这份调查报告 里面有很多数据是值得参考的 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如果可以的话 上到路德的网站上面来看一看 这份报告的内容 也了解台湾的感染者 其实他们受到了很多的歧视 他们正等待更多的宽容的对待 还有不要歧视他们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两位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您 谢谢 谢谢